今年这颗铁蟹脸简直开爆了 这是它的第三年 前面两年都在不停的移栽移栽损伤根气 所以并没有怎么长 今年是好好的种到的花盆里面 这颗铁蟹脸的品种是早花系的格恩西岛 它和银币的区别是它比银币的花要大很多 而且颜色偏黄偏乳白乳奶黄色 银币的话更像这种浅绿色的小花 太美了 而且它单朵花期超级长 单朵花期如果没有特别热的暴晒的话 开一周多是没有问题的 像这下边的这几个花是一周多以前开的 看上去还很新鲜的样子 一点要泄的感觉都没有 这个盆是开春之前给它换的 其实它里边有两颗铁蟹脸 还有一颗晚花系的里阳村庄 但因为是晚花系所以发芽发的比较慢 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它到哪里去了 不过已经死了吧 不过无所谓 有这个格恩西岛就已经很美了 这第三年的花也比前面两年都要大很多 你看这一朵花真的是跟手掌一样大 前面两年开出来的花基本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size我都没想到它会开到这么大 当然今年也是给它施了底肥的 换盆的时候有施肥 施肥才是王道啊 解决一切的根本 用的这个架子感觉也蛮合适它的 去年是那种比较粗的铁杆杆 就防护蓝的铁杆 它就不太好抓 因为它的这个角角真的很小 只适合抓这种细的杆杆 粗了它就绕不上去 还得人工绕就很麻烦 今天就它自己爬上去的 超好的根本就不用管 铁杏连真的是太好重了 奈寒程度也高 再冷都受得了 再加上没有病虫害 至少我这边没有遇到过病虫害 这种枣花型的铁杏连 这个格恩西岛品种 它除了现在春天开一波 其实后面会复花 秋天的时候会复花 只是花会比较少一点 但是其实也蛮好看的 今年就是把肥给跟上 这个吃肥很多 肥跟上希望能多开一点 好美啊 明年爬满这个架子就没有问题了